哈喽大家好我是小赞就见面了 我呢就知道这个事情没有那么的简单 小九月呢果然是想方设法的问我拿钱呀 上次嘛不是在那个房间我不小心推了他一下 然后呢也陪他就说去医院是吧做过检查了什么的 后面呢回到这里来 我以为没什么事了 结果呢他说是吧他肚子痛干嘛的 然后呢现在是吧 受到了这个惊吓 让我呢给一万块钱的这个什么惊吓费 我真的是 听听没听过 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所以这个精神损失费 有这个是吧啊 午餐干嘛的 他跟我说是吧我吓到他了 我推倒他的 我要付主要责任 然后的话呢是吧 而且呢还是在我家 这个钱呢让我必须出 不出的话呢就跟我没完 我真的无语了 你说啊 怎么又吓到了 那都去检查过了没什么事了 对吧 这个东西不是已经过去了吗 我还以为是吧啊 暗自庆幸 我说还好没事有惊无险嘛 对不对 这个事情呢就没什么事了 他跟我是吧 明算战 说呢是吧 以前的话呢我不会怪你啊 我们以前如果是夫妻的时候 现在的话呢离婚了 你是我的前夫 我是你的前妻 那这个钱呢你必须要出 你不出的话呢 你的日子就不会好过 想方设法的问我拿钱呀 你说这个前夫有啊 养这个前妻的义务吗 我都已经让他在我们家住着了 对不对 给他吃给他喝 每个月呢还给他零花钱 给他这个产检的费用 该给的东西不该给的东西 我觉得呢 已经 都给了呀 你没钱花你就少花一点 一个月给个三四千的这个零花钱 哪怕你天天买衣服 你买100块钱200块钱见了 你也可以买20件了对不对 你有那么多东西要买吗 然后呢又说自己有负债累累 又说自己欠了晚贷 又说是吧 娘家需要钱 我的天哪 这个要钱啊真是很恐怖啊 很厉害啊 一般人真的顶不住他这样子花呀 花钱如流水花钱大手大脚的 现在呢又搞出个什么惊吓费来 什么理由什么借口都用过了 以前呢说啊 长检 让他怀酸胞胎 说呢 娘家出事了 说呢爸妈身体不舒服 说哥哥要还帆带 说呢是吧 小子女士要半酒席 又说呢对不对 呃他要去旅游干嘛的 无所不用其极 理由呢是啊 层出不穷 各式各样 花样百出 然后的话呢 只有你啊 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到 有时候 有时候去外面 吃早餐也是一样 不给钱 他知道我跟哪家老板熟他就去哪里吃 吃他就叫我设账 然后呢让我去结账 去小卖部也是一样从来不买单 直接呢是吧让我来结账 这种事情多了去了 我都不知道他脸皮怎么那么的厚 你说啊一个女人对不对 你经济不独立是吧 你做个家庭主妇干嘛的 那可以这个东西没关系 如果说让你带着孩子是吧 又去上班这个东西说实话也说不过去 但是你要配合下嘛 你说你在家带孩子你带好孩子我出去外面赚钱养家是吧 我又不是说像那种有的男的一样 老婆啊 在家带孩子 我在外面是吧 赚了钱全部拿着回来了一分钱不给 我不是那个样子的人呀 回来了基本家里面的一切开支 买根牙签买包纸巾我都负责玩去了 根本呢就没有他要花钱的地方 每个月给他的钱呢基本上是要他就说 花在自己的身上 而不是说要他负责这个孩子 或是负责这个家庭 这个家庭上面 或是说就是孩子的怎么用的东西 我说我都不用你负责 你买了什么如果你真的买了你拿小票出来我给你报销对吧 因为这个家庭买了什么你买了点米都可以 你都来找我报销我都无所谓 但是呢你给了那一点你花完了你就不要再问我要了 不要再为难人了 哪有什么金下费啊 又不是说是吧 天大的事情就是不小心轻轻推一下 这个钱呢我绝对不会给 谁给谁是小狗证的 这个钱给了还得了啊 这样子不是是吧得寸进尺 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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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